我是个很怕麻烦的爷爷 所以我不想要他来碰面 但我没想到 小范实在担心老仔外面欠账 竟然给了我他的卡 虽然最后也没能瞒得住这些 天宇看到他反应也是有点大 都出来了 啊 别 别 别演了 别演了 他看不到 聊聊 哎呦 真生气了 我是真没想到是他 你看看 局限了是吧 你当初也算是个半个知情人 你想 那肯定是他呀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当初你要搬出去的 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情况 啊 他就搬进来了 然后还把我房间给占了 你们俩就搁着我一个人折腾 不管他的事啊 折腾你的从事中都是我 啊 我过两天就搬出去 别生气了 不许再吃个饭吧 没什么 你先吃饭吧 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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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呀 吃饭呀 啊 谢谢你啊 你哪不吃啊 吃饭啊 啊 这么快啊 你先走啊 走啊 干嘛呀 从走了呀 你不谈恋爱了你啊 你知道这什么吗 车会也要去推行自己的爱情 你确定是吗 对了 那个我晚上约那个朋友 让我吃饭了 那个 你们俩吃了 对了 我真的不回来 你也不应该改个年纪 事情就是这样 那怎么办 他说找朋友是不骗我们的呀 肯定是啊 他刚到拿了什么时间联系朋友啊 哎呦 不过 他也没事 我们朋友都在南京 他要找房子而已 咱就别顾问他逃逸了 嗯 不过 你给我印象卡 我是真的没想到 等一下 是不是很感动啊 感动啊 感动死了 但是 你那时候怎么想的呀 就是 你要帮我还债 我当时也不知道 我怎么想的 有没有人跟你说 我想看吻戏 吻戏 谁想看 不知道啊 就 好有这种感觉 那 那为什么要给别人看呢 是啊 我也想不明白 算了 你爸估计也不肯啊 你干嘛 没有啊 就是你的 边边有点帮 可以擦一下 哦 擦一下